杜鵑花開 看見幸福 3月春天花開季節 台北市副市長陳俊進 帶領所有大安區的里長 以及活動單位人彭茲曼 邀請市民朋友 一起到大安森林公園 賞杜鵑花 免去上陽明山塞車的痛苦 包括我們有大安森林公園 還有台大的校園 還有南區的自來水博物館 還有客家委員會 還有周邊的一些所謂的公園的一個綠地 通通會栽植所謂的杜鵑花 每年最期待就是杜鵑花節 因為台大會辦杜鵑花節 然後在3月的時候就是杜鵑花滿開 所以在台大走在校園裡頭 你就會覺得真的好美好美 就覺得很浪漫 而且在那個時分你就特別想談戀愛 杜鵑花是台北市的釋花 為了讓所有民眾都能欣賞花開綻放的美麗 北市府今年首度舉辦杜鵑花祭 活動舉辦期間 民眾從大安公園捷運站到大安森林公園 都能看見杜鵑花的美麗身影 我們除了參加杜鵑花節之外 這些商圈會辦很多場次的音樂節 杜鵑花祭除了有美麗的花會能欣賞 北市府還結合在地元素 每個週末都有各類型音樂會 婚紗走秀和大型野餐活動 而身為活動協辦單位的 楊明山 金平道 大安文山 新台北數位有限電視 也善盡企業回饋責任 投入資源讓周邊的溫羅丁商圈 也一併納入活動中 增添熱鬧氣氛 也帶動地方發展 改播大台北數位新聞郭泽民採訪報導